希望我們期待祷告 天佛謝謝 因為真的只有你配得這一切的榮耀 善良 善良 天佛我們謝謝你 因為在很久以前 你就會為我們參與的獨生聖主 來到我們當中 為我們的罪人來使 我們的一堂至少 你的賞識聖靈在我們當中 幫助我們可以來盡力的能戰 先給我們謝謝你 因為在這一切裡面 我們不單單要學習 個人對你的崇拜 敬拜 感謝咱們 天佛有幫助我們 我們也學習群體的敬拜 我們一起要同稱聖良主義的聖母 我們一起用每一天的工作 每一天的聯授 我們所做的 所聽的 所想的 所唱的 來敬拜您 天佛我們謝謝給我們 給我們這樣的一個時間 我們透過詩歌 我們透過聖經 會透過這一切 要同歸�� 教育有幫助 我們 願望我們 謝謝 當作 當我們在學習敬拜您的時候 你們用更多的 依靠自己的聲音 自己的聲音 咬清 來敬拜您 有一天在天堂的時候 這一切的電 這一切的音響設備都將成為過去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一起來送贊獨立的社會 我們這時候也願意恭敬了家庭 今天我們崇拜 從頭到頭都仰望在我們的聖靈裡面 聖靈這時候與我們同在 聖靈這時候來掌管 掌握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思 讓我們安靜下來 讓我們可以仔細的聆聽從你那裡來的信息 讓我們仔細的閱讀聖經來阜蘭 當我們靠著你的聖靈 當我們在這裡做禮拜上去的時候 我們仍然帶著你所赐給我們的力量 以勇氣 表達你面對我們未來一個禮拜的情節 我們願意恭敬謝謝你 我們這樣感謝祷告 就是奉耶穌基督的聖靈 這時候請我們起立 我們用最大的建議 來表達我們願意跟隨主的心志 來 你要謹慎 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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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祖母和上帝 這是建議中的禮儀 其實最大的 其實也向他 就是要待人入籍 這兩張建議是律法但限制 全靈到你的總幹 請坐 請坐 接下來我們要閱讀一段聖經 記載在《以弗所書》第五章 二十一節到三十三節 請弟兄姊妹仔細來聽 我們閱讀 以弗所書第五章二十一節 又當純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順服 你們做妻子的 當順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順服主 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 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 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 教會怎樣順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樣 凡事順服丈夫 你們做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 正如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 要用水建的道把教會洗淨成為聖節 可以獻給自己做個榮耀的教會 毫無玷污皺紋等類的病 乃是聖節沒有瑕疵的 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的身子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 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子 總是保養不息 像基督帶教會一樣 因為我們是他身上的肢體 為這個緣故 人要離開父母 與妻子聯合 兩人成為一體 這是極大的奧秘 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然而你們個人都當愛妻子 如同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她的丈夫 接下來的政道 我們請蕭聰軒 蕭長大來問政道 他的題目是 夫妻雙贏之道 蕭長大請